大家早安 欢迎来到巨棚讲义 学艺经创意过生活 今天启动正向能量的好卦是风水幻卦 风水幻卦的即时是从凌晨的零点到三点 一直到早上的九点到十二点 立方、东南方、贵人、长女 幸运色是青色 吉祥物是鸡 五官代表骨 有坐下来的意思 卦性为路 坐是深路的意思 在外卦自然现象属风 所以要有风的行动 下卦坎为水 卦性为陷 陷路 水也有变化的意思 所以风水幻卦的行动准则就是 只要内在随机应变 外在风行无阻 自然就会有好事情发生 风水幻卦的正向关键词是离开转换 风水幻 风的五行属木 那木在水上 就像帆船行驶在水上 准备离开港口航向大海一样 所以义经的象词就讲到 风行水上幻 先王已享于地利庙 这就是在讲船要离开港口出海之前 我们通常都会到庙里面拜拜 那先前的君王也是一样 遇到这种大事 也会祭祀天地 然后建立宗庙 来安定人心 祈求一切 平安顺利 一帆风顺 而炭词也讲到 幻亨 刚来而不穷 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王家有庙 王乃在中也 地色大川 沉木有公也 就是在讲风水幻卦 是亨通的卦象 因为九二窑 是阳窑阳刚之象 那紧接着九五窑 跟上九两个阳窑相继而来 所以讲刚来而不穷 那第四窑 外挂的六四窑 阴窑居阴柔之位 顺城上面的九五阳窑均位 所以讲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这就是这种卦象看起来就像 有刚义看得见的好处 一直的来 那只要在每个当下柔顺以对 自然成功在望 所以有九五之尊的 尊位的君王 来到宗庙祭祀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在于 凝聚人心 然后更有力 冒险前进做大事 就像沉船出海 一帆风顺 必将成功到来 所以风水幻卦给我们的启发就是 离开书四圈才能改变旧习惯 学习新思考才能转换新未来 一个人不可能一直停留在原来的地方 就像任何的船只 也不是设计停留在港口里面的 一定要离开港口 即使外面充满了危险 但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充满了各种的机会 所以一定要离开舒适圈 才能改变旧的习惯 旧的思维 然后在挑战冒险的过程中 遇到各种的状况 看到更多的东西 就有机会累积新的经验 转换新的能力 来创造新的未来 想要创造新的未来 实现新的梦想 需要完全不一样的思维模式 学习的方式也会不一样 事业发展的方式也会不一样 那整个人际关系 一直到财富的创造的方式也会不一样 但要想的不一样 一定要先看到不一样 收集相关的资讯 才能激发出新的想法 所以风水换卦的创意练习行动中 下卦砍为水 水有流动的意思 所以代表财富的领域 那上卦迅为风 风无孔不入 在现代有资讯的含义 那五官代表股 有做下来收集资讯的含义 因此创意行动的思考方向就是 财富的股 所以风水换卦的创意生活提案就是 离开自己本业 收集其他创造财富的相关资讯 资讯的整理 情报的收集对我来讲 不算是一件难事 在美国念的就是资讯系统 研究的主题就是个人的知识管理 如何个人的资料收集的比人家多 资讯整理的比人家有系统 最后知识活用比人家有效率跟效果 这就是我研究的主题 那平常我每天都会透过网络 邮件 书籍及各种的报章杂志 各种的资讯来源 收集到我的数位笔记 Evernote系统 然后再把它整理成九宫的分类知识库 随时要写文章或写书的时候 就有丰富且经过整理的专属知识库可以运用 例如说看到 看亚洲首富阿里巴巴的创办人马云 他是如何创建他的财富的生态系统 只要透过Evernote这里 下一个关键字马云 这个关键字 就能快速的找到相关的文章 相关的资讯做深入的阅读再思考 或是说再找到相关的影片 来进一步看马云是怎么想 怎么说 怎么做 才能用富人的思维 创造新的财富 而不是停留在原地 用穷人的思维 抱怨东抱怨西 而没有展开实际的创富行动 把想要的写下来 把写下来的做到 这是实现梦想最简单 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资料收集来 如果没有用 就等于垃圾 要将资讯消化 好好的思考 整理成自己可用的知识 那最好的方式就是写下来 那做笔记 将写下来的东西化为实际的行动跟计划 在财富的创造上 有人就说 重点不在你一年赚多少钱 而是十年后 你靠什么来赚钱 所以好好收集 创造未来财富的新资讯 并好好思考 好好写下来 一步一步的行动和累积 就更有机会创造动态均衡圆满的幸福人生 好了 我们今天聚朋讲义 学艺经创意过生活 就到这边 感恩